食物還是很多 我們不要讓東西剩下來 等下只好上這個平台去薛營 就順便做一下業績也不錯 我們吃飽喝足之後 我們也要關心一下我們台灣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下一組 下一組我們在做美國國會觀測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網站平台 來去看到說國外像是美國這樣的地方 對台灣到底關注在什麼地方 那一組的 你沒有電腦 OK 你投影片放在什麼地方 糟糕 你講的 你先上來 你可能要幫我找 嗨 大家好 我們在等投影片上來之前 我們是台灣Watch 然後跟其他專案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主要的團隊的成員 都是在美國 然後我們自己也大部分有一些 國會遊說的經驗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個Project 對 只是先大家知道一下我們的Background 這樣子 等一下比較知道我們在幹嘛 對 現在已經開始計時了嗎 對 對 OK 有沒有 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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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不好意思 花了一些時間 OK 所以再一次就是 Taiwan Watch 所以我們叫做美國國會台灣觀測在 那我們自己因為在美國的關係 有時候常常跟台灣朋友聊天 那當我們談到這個話題說 美國是我們的盟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常收到的反應是 他們就是覺得很陰謀論 就覺得其實我們就只是被利用而已 對 那其實大家 美國就是把我們當作談判的籌碼 那可是我會覺得國際政治本來就是互相模取利益 那我們之所以會做這個專案只是想要告訴大家 在我們做出任何判斷之前 我們真的知道美國他們在國會做了些什麼事情嗎 甚至我們知道到底其他國家是怎麼認識我們台灣 怎麼理解我們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有這樣的專案 那為什麼挑美國國會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我們很多的成員 都有一些美國國會的遊說經驗 那在美國國會就像台灣立法院 它就是一個他們產生政策的地方 所以你想要了解那些他們的決策者 怎麼看待一個國家或是看待台灣議題 最快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其實就是看他們在國會上面的發言以及提案 所以那這邊稍微講一下我們主要的鎖定的族群 是哪三個族群 那第一個當然是台灣人 那台灣目前沒有一個方便跟正確 取得這方面資訊的管道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新聞上面播說 譬如說前陣子說什麼美國可以讓他的軍艦艇 台灣港口啊等等之類的 或是美國又通過什麼法案 可是當你真的去看他們的網站的時候 就是他們國會的官網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只是出委員會 可是它並沒有通過 所謂的通過到底是什麼 它的流程非常的多 所以那些消息其實不太正確 而且其實蠻片面的 那再來就是 我們也都知道台灣這幾年來 大家參與公民活動也好 關心國際時事也好 越來越多 那可是美國國會這一塊 因為還是有語言的隔閡 所以這個門檻其實還是有點高 那透過這一次的獎助金專案 我們要做的這個網站 它將會是中文跟英文兩個語言的版本 那就可以希望可以降低大家的門檻 然後能夠參與美國國會 那再來就是台美人 什麼是台美人 台灣人是美國人 他們就是 其實在美國非常多的台灣人 那他們可能是早期過去 現在已經是公民 或是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那這些人其實還是 其實數量不少 那他們還是非常關心台灣 那因為他們有投票權 所以其實他們在美國 幫助美國國會推動一些 台灣相關的政策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因為美國的國會議員 他們非常重視他們選民的聲音 那他們 其實美國有非常多類似像這樣子 Open Government 或是公開國會的網站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網站 是以台灣觀點來分析 對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 譬如說他們會有很多法案的分類 可是他們不會有一個法案的分類 叫做國際空間 因為國際空間是 目前台灣會Care的議題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 以台灣觀點為出發點的 國會分析網站 那另外一個就是導入真正的台灣觀點 其實美國的主流媒體也好 決策圈也好 他們會有他們所謂的美國觀點 所以也是希望 通過台美人 他們有投票的力量 他們有 他們有 對 他們有投票的權力 可以讓真正台灣的聲音 進入美國的決策權 國會 那以及最後專案是 世界上所有關心台灣的人 那這個網站也可以讓 最後可以成為 國際盟友向美國國會 表達支持跟聲援的管道 對 那我們打算這麼做 我們大概稍微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專案 會要做哪些東西 那第一個叫做聚焦資訊 就是簡單整理一些 重點的資訊圖卡 主題式的探索台美的議題 那再來當然是法案 台灣相關的法案 以及這些法案的相關投票紀錄 然後以及 這個其實應該是那個 國會議員 那個標題有點錯誤 所以 還有現任國會議員的資料 那什麼意思呢 資訊的話 包括一些美國相關的小知識 那這個第二個藍色蜘蛛網 其實就是還沒有定名啦 那只是一些台美相關的議題 我們可以做主題式的介紹 然後最後當然是最新動態 現在正在進行的台灣相關法案 有哪一些 那法案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些這些相關的資訊都會被整理出來 以及這些投票紀錄 最後 現任議員 他們的基本資料 他們沒有提出或是連署過台灣相關的法案 對 那還有他的標決紀錄 那這些是我們 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那因為時間關係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接下來會在後面會有一個 有一個桌子 可以跟我們再討論更多的細節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亞金 剛好沒有人可以頒獎 那就由我來頒獎吧 謝謝 謝謝 亞金 學長 謝謝 好的 謝謝 最後我要請所有的得獎團隊到台上來 還有我們質詢團隊跟評選 然後我們要來進大合照好不好